我認識一個空姐 她說她以前都認識小鐘了 然後她說小鐘的性癖好特別奇怪 我的天啊 她準備要撕她的絲襪 要撕的時候 撕不破 那你就把她拖下來就好了 她還有牙齒去咬 還咬不破 牙齒快點掉 這樣差點掉了 你怎麼講的 好像你在現場 對啊 好像你在現場 我跟鐘哥有去韓國 一起去做置路 還有韓國那邊賭場 住很高級 不是 去賭場做業配 住得好 吃得好 她本身有她的尊貴的一面 要求 簡單的說就去嫖 不是 明天講越難聽 那我們第二天 是不是有行程要跑對不對 約好早上要9點 9點 OK 怎麼搞 鐘哥還沒有出現 鐘哥 他一個人睡一間還沒有出現 我跟他熟我就過去敲他的房門 他睡眼心鬆的 頭好像很痛的樣子 好像昨天沒有睡好 後來他說好 我馬上換一下衣服 抱歉抱歉 我年紀大 尿多 有時候就剛 那我說你廁所借我一下好不好 他說你去沒有看他一直換衣服 我打開他廁所嚇一跳 怎麼啦 這是我講出來不好意思 躲人對不對 不是躲人 裡面都是漂白水的味道 那航家啦 那種就是一坨一坨那個 電行的衛生紙 我就想起他後來跟節目說 他唯一的女朋友是那五隻手 他沒有騙大家 他前一天晚上 過渡 就是那一個 他不是在講這個 Pony Chan老師那一首歌 對 Shake your hand And a play hand go Kick your leg And you kick your ass 光講這個也就算了 他還有一個很糟糕的習慣 怎麼了 因為他 我以前認識 因為我當導遊 我認識一個空姐 他說他以前都認識小鐘了 然後他說小鐘的性癖好 特別奇怪 Oh my God 這個事很可怕喔 不要亂講 我沒有亂講 但是我問過你姐姐 我證實這是真的 那你姐姐怎麼會知道 我可能會跟我姐姐講我 你怎麼跟你姐姐講性癖好 這個講出來就傷感情了 可是明天不做朋友了 他說小鐘去大家的時候 親啊 吻啊 抱啊 邊走 還沒有到房間喔 他準備要撕他的絲襪 要撕的時候 撕不破 因為他是頂摳摳的空姐 不是啦 是因為很多空姐 會不會那個靜脈驅張的 對 靜脈驅張 對 靜脈驅張 他搞不驅張 那真的是普通的 他以為是普通的 那你就把它脫下來就好了 他還會直接咬 還咬不破夾子 快點掉 差點掉了 你怎麼講好像你在現場 對啊 好像你在現場 那女人說他想不到 鐘哥會有這種絲襪屁 長腿屁 他覺得不可思議 其實真的有絲襪控的是老師 他看到女生穿絲襪 他就會性慾高漲 譬如說我們要吃飯幹嘛 他會要求女生要穿絲襪到現場 對 人家上次也就要掉 會真穿絲襪 對 他只要是女生都要穿絲襪 有一次我找一個女生沒穿絲襪 她吃飯就會鬱鬱寡 我還趕快到便利商店買絲襪 叫那女生穿起來 然後去吃飯之後才會有Feel 而且重點 他要的絲襪不是那種黑色蕾絲 是肉色 他是要肉色的 對 他很愛肉色絲襪 完蛋了 剛剛那一卡就是穿肉色 所以剛才FETA送出來 老師就看著這個樣子 而且老師經常傳給我的 那個群組的照片 都是女生然後露腿然後穿絲襪的 對 或者是絲襪中間挖洞打開的 對 他甚至我們去泰國 他還指定要喝絲襪奶茶 對 香港嗎 真的 他要懲罰他堅持要選絲襪套頭 對 真的這樣 我跟你講選擇 我跟你講絲襪套頭 你不要認為對他來講是懲罰 他舒服得很 他還甚至曾經跟我一個女生朋友 我們在那邊吃飯幹嘛 他就很喜歡那個女生 他說你褲襪可以脫下來賣給我嗎